因為你堅持一個信念、堅持一個真理 你是不會感覺到皮疑 我的期望就是中國能夠逐步逐步走向民主 而平反六四是走上民主之路的第一步 今年3月,中國政府首次將保障人權原則寫入憲法 不過因為經常在互聯網批評政府政策 而被判入獄八年的中國民主黨成員何德普 在坐牢年半之後才獲准和妻子賈健英見面 我們到那以後我就認不出他來了 他原來是156斤的體重 見到他告訴我只有120斤,將肩到120斤 他當時戴著口罩,穿著秋服,頭髮被剃光了 我問他為什麼戴口罩 他說他一直在發燒,一直在變血 他在監獄裡邊一年半的時間被毒打了兩次 他說我被打龍了,聽不見了這個左耳頭 何德普媽媽連接鼓氣,患有心臟病和高血壓 自從何德普被捕之後,他一直沒有見過兒子 原來我何德普走的時候,我媽的頭髮沒這麼白 一下子全白了,這頭髮 嗯,那一年半 一年半了,沒嫁過一年,總不想了,你說 誰都有父母,是吧 趙文權曾經在八九民運初期參與過絕食 當年是北大政治系學生 不過他今天再回顧這段歷史,已經有不同的體會 中國這種相對強有力的這個中央政府的這種治理的話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之中 應該說這種力量他也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其實沒有一種政治體制是說一定是最好 就是說他就什麼毛病都沒有,對 任何的體制都是有利有弊的 關鍵還是剛才那個問題就是如何選擇一種對中國有利的一種 就適合中國自己特點的一種政治制度 那麼這種政治制度到底是什麼 那我可以向你保證說我們完全沒有拿台灣情報機關的任何一分錢 那心理性當然是在你 人家說什麼不需要你回來 他想你更加要保重自己的身材 想鼓勵一下你然後真的說一聲很敬重你 希望你能夠為這個國家為這個民族做更加的貢獻 我想推翻共產黨從來不是我的問題 從八九年就不是到今天也不是 但是我是覺得說中國真正要有一個 往民族方向的發展 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一個公民社會 背負著六四這個慈重的歷史包袱 對於黃丹來講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壓力 其實我很希望說能夠退出來 但是我想一定要到說真正說 民族至少出現了比較好的發展前景 中國出現了社會變動 很多東西開始上了軌道了 現在沒有太多的人來做 那更需要少數的人能夠堅持住 我想我們所做的就是一個普魯士的工作 就是在沒有人的時候 你只要能堅持住留住這個火種 民主的道路是漫長曲折 崎嶇艱苦的 而是一個民主的中國 我們要一代一代這樣 辛火相傳努力下去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